第一题 潮茂海贼团一伙人利用诱途的实验装置进行碳酸钠水溶液与氯化钙水溶液的反应 反应前测得碳酸钠水溶液的质量为X功克 氯化钙水溶液的质量为Y功克 伙伴们在实验后做了以下的叙述 鲁夫 将两种液体混合后 宝特瓶变得硬硬的 索隆 反应后有白色的沉淀产生 纳美 反应后应有沉淀产生 产物的总质量大于X加Y功克 乔八 将沉淀过滤后测量剩余氯液的质量 发现质量小于X加Y功克 相及四 完全反应后将容易过滤后得到的氯液加热蒸发 可得到食盐晶体 请问叙述是正确的是哪些人 那么我们这个反应是我们在上学期学过的 氯化钙加上碳酸钠会产生氯化钠加上碳酸钙 而碳酸钙是减土足碳酸液 是白色沉淀 这个反应并没有气体生成 所以宝特瓶不会变得硬硬的 鲁夫说的是错的 那么有碳酸钙的白色沉淀 所以索隆说的是对的 我们知道质量会守恒 反应前种质量会等于反应后种质量 所以产物的种质量应该等于X加Y功克 所以钠美说的是错的 那么我们的产物是我们的氯化钠是溶解在水中 所以过滤后得到氯化钠的氯液 还有还有碳酸钙的沉淀 是氯液加沉淀的种质量等于X加Y 所以我们的氯液的质量应该会比X加Y来得小 所以乔巴说的是对的 那么我们的氯液是氯化钠水溶液 所以他热的蒸发之后就会得到石岩晶体 所以湘吉士说的是对的 所以他问我们说叙述谁都说的是对的 是索隆 乔巴跟湘吉士 所以第一题的答案我们要选的是猪 问我们叙述是正确的是哪些人 我们选猪 索隆 乔巴还有湘吉士